而盖利里长受访时就表示 目前人有一句遗体在七楼没有搬出来 而当他们家的爸爸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情绪相当失控 并且表示心痛的感觉 是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 有儿女嘛 然后他女儿的男朋友 包括妈妈的 那目前家属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助 帮助之后续是一定是需要帮助啦 但是帮助是不同单位看有什么要帮助这样 只是目前还还没有办法在这边 谈到这个啦 平常我们以前有听到那个邻居有讲说 就是听到什么声音 那时候声音很大 火烟很大 那是铝电池 铝电池爆炸 因为他我们一般正常的人嘛 看到火一定会紧张嘛 他紧张的时候就用水去拨啊 他等一拨的时候电池就爆炸了 他爆炸啊 然后他爸爸跟女儿是从下面逃啊 然后妈妈跟他可能弟弟 还有他男朋友是从上面逃啊 因为上面好像有加盖了 就是有阻碍到旁边 就是会阻碍他的逃生 但是他就要赢了 他到目前是他有一个带里带记录 还不方便办院 陈族有家属 家属状况当然是那个是心疼的感觉 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 爸爸请戏现在也是失控了 爸爸刚刚是去亚东看妈妈 好像现在去中央看 因为两个送不同医院嘛 一个在送和一个在亚东呢 那这场大火的起因呢 疑似是因为民众的手机充电不当 才会导致爆炸起火 那其实呢台电近年呢 就常在脸书上面做宣导 说手机充电呢 起火大多呢 都是因为短路所造成的 有五大行为呢 是在充电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的 那我们就带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点呢看到的就是 不要用非原厂电池还有充电器 第二个呢是不要舍不得 当充电器老旧破损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做更换哦 不要让电线暴露在外面 第三个呢是充电时旁边 尽量不要有易燃物 再来第四个呢是现在的电池 基本上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做计算了 而是以充电循环哦 所以呢其实你想充的时候 就随时都可以充 不一定要等到快煤电啊 或是一定要充到100% 那因为呢现在还有就是现在的电池呢 就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会担心说 手机没有充到100% 所以就常常做充电的这个动作 那其实现在手机呢 基本上都是用锂电池 所以呢是以充电起循环来做计算 所以呢就算没有充到100% 其实也没有关系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充电过程呢 如果出现异味或者是电池膨胀 就千万不要再充了哦 因为其实真的相当危险 对啊那这个就异味就好像不太寻常了 没错没错那其实呢还有人提到 就是如果呢你想要充行动电源的话 尽量呢也不要在你外出或不在家的时候 来做充电其实相当危险哦 希望民众呢都一定要可以切身注意了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网红馆长陈志涵 在台中经营的健身俱乐部 昨天晚上遭到一名31岁的 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来冲撞 而造成大门玻璃破裂 而现场所信没有人员受伤 不过根据了解这名林姓男子因为近期失业 而曾到店里应征而被打枪 昨晚疑似情绪失控才会开着 租来的小货车冲进健身俱乐部内 货车直接冲破大门 馆长健身房陈吉思汗玻璃碎满地 这起事故发生在昨日晚间 网红馆长陈志涵开设在台中的 陈吉思汗健身俱乐部 遭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 大转弯开上健身馆的阶梯 冲撞至馆内 造成大门玻璃碎裂 索性无人受伤 警方活报道场 第二月监视器画面发现 试案的小货车事发前 停在健身馆外数分钟 接着就开车冲进健身房 初步调查 林男一是因为工作受挫 加上近期情绪不稳 才会一时失控 全案讯问后将林男一回损等罪嫌 移送台中递检卷办 而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馆长呢 昨天就在晚间直播的时候痛批 这些作案者呢 跟饱和会完全是一样的套路 我自己做生意做好好的 然后就要在那边想方想方去 这样搞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下山烂 真的啦 真的啦 这个绝对不是故意的 他讲的理由也很瞎 他做的动作也很瞎 跟饱和会一个套路 他说 我们的教练对这个人有印象 所以我说这个做法很像饱和会 先制造一个纠纷 然后来报复 他下班嘛 他说他们这个货车是去工作 下班途中经过我们健身房 他觉得赌篮 他要毛吹自荐 然后他都撞上来来介绍他自己 因为他没有接到录取通知 这是我有听过 最瞎的东西 刚刚也传来了 他的确有来 陈吉思汗台中馆应征 他也的确没有录取 下班了 经过陈吉思汗台中馆 停在路边 越想越不爽 于是他决定 他要开车上来 用这种方式自我介绍 好接下来看到近日是话题不断的 就是台铁潮州的邱信副站长 而他经常在YouTube分享了乘客违规的影片 甚至之前还po出了拿着BB枪的照片 而引发了舆论的公审 如今台铁也祭出了陈楚给予申见两次 而对此邱富站长今天也回应了 他表示自己会接受陈楚 以后再也不会po出2K的影片 台铁潮州站邱信副站长常在YT个人频道 分享拍下旅客违规行为的影片 日前他因为持空气枪的照片 引发网友争议 台铁公司晚间表示 近日有旅客及民众反应 潮州站副站长执勤时 对旅客服务态度不佳 且将个人执勤中密录 气所社之相关影片 张贴于网路上 其言辞严重影响公司形象 造成社会负面观感 损及公司声誉 台铁公司南区营运处 昨日照开考成委员会 决议对该原执勤时服务态度不佳行为 和与申界两次处分 并请其力与改过疏失 做好服务工作 好又到了6月的毕业季 近日有看到觉得很多 IG或者是社群网站 就刷了很多毕业生的照片 没错没错 还有看到好多漂亮的姐姐 陪弟弟一起毕业 真的很温馨 青春活力满满 没错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一名就读国立 阳明交通大学的女学生呢 她近日就在Tread上 分享过去拍摄的 泳装学士扶照 没想到立刻吸引大批网友 潮射来转传 这名女学生造秦纳照片 在TreadPO出后 吸引4000多名网友按赞留言 也被网友分享到PTT 及脸书等各大社群 引起大批网友的讨论及朝圣 这是我不付费就可以看得到的吗 太辣了 谢谢你毕业超人 而请纳上ETTODAY新闻云表示 目前就读国立揚民交通大学的 传播研究所今年会毕业 但仍在努力血硕润 因为毕业季到来 才打算在TreadPO出两年前 在潜水湾拍摄的毕业照 过过感应 没想到意外被网友分享 担心家人看到怎么想 毕竟长辈好像都用FB比较多 但我想跟他们说 我有好好在准备硕润哦